过去一个月 当局呼吁要保持社交距离 然而史丹佛大学有一项调查发现 民众还是成群结队的外出运动 跟朋友还有家人相聚 并没有遵守加州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 在社群媒体 推特 脸书和Nextdoor上进行的一项调查 收集到两万零七百三十四名网友的回应 百分之三十九点八的人自曝 自己没有遵守加州颁布的保持社交距离规定 原因包括非必要性商业的工作规定 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 认为其他预防措施已足够阻挡病毒等 调查发现 百分之五十二点四的年龄 介于18岁到31岁的年轻受访者 没有与其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但他们的焦虑程度却是所有年龄族群之冠 反而年龄最大风险最高的65岁以上族群 焦虑程度最小 研究人员说 年长者拥有的弹性是这项调查中最大的发现 他们不像年轻人那么焦虑和以自我为中心 更不像一般所说的那么软弱和脆弱 他们遵守社交距离规定 舒适的安坐家中必宜 调查也发现 百分之十八点八的受访者相信 其他预防措施如洗手 已足够保护他们外出时的安全 所以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百分之十三点九的人表示 他们希望继续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另外 百分之十二点七的人认为 这个社会反应过度 此外 育儿也是难以维持 社交距离的原因之一 百分之四点八的人认为 为了子女和他们自己的身心健康 应该带到户外玩耍或参加社交活动 研究员也表示 由于年轻人是最不遵守社交距离规定的族群 公共卫生当局应当针对他们进行宣导 强调个人行为可能会对社会和家庭 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和风险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